石城灯彩是集灯剧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剪纸、竹木工艺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。 2008年,石城灯彩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为了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石城灯彩艺术, 近年来,江西省石城县大力开展灯彩艺术进校园活动, 让当地的广大青少年在感受灯彩艺术魅力的同时,也自觉地担当起灯彩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。 伴随着悠扬的彩茶调,一群身着荷花服、手指荷花灯、鲤鱼灯的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起舞, 共同组合成一幅荷花盛开、鲤鱼翻腾的丰收景象。 在石城县干园中学,这样的灯彩兴趣班成了不少学生每天必修的文化课。 客家方言中,灯与丁同音,舞灯有祝愿人丁兴旺,幸福吉祥之意。 石城灯彩历史悠久,表现内容都来源于当地客家人的日常生活,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。 为了让石城灯彩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保护和传承, 当地专门成立了灯彩发展保护中心,聚集一批灯彩传承人进行系统研究、挖掘和整理。 同时,为进一步推广和普及灯彩文化,当地含积极开展灯彩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乡村等活动,让灯彩文化融入群众生活。 我们传承石城灯彩,就是对客家祖辈们纯不胜良、勤劳勇敢等优秀品质的追随和崇敬。 石城灯彩进校园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,我们高中部已经有220个学生参与到石城灯彩的排练和表演。 随着石城灯彩进校园活动紧锣密鼓开展,成效也逐渐凸显,灯彩文化正潜移默化地走进学生们的内心,孩子们开始乐于了解灯彩,传播灯彩。 还有的孩子希望,成为一名传承灯彩文化的践行者。 我们石城就是灯彩之乡,灯彩舞蹈看起来非常的优美,有趣,我们就是很喜欢,就是可以传承我们石城的灯彩文化。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石城有这个灯彩的文化,让大家欣赏。